还有M7大 民众才开 从百货公司买来的知名乳酪条包装 没想到打开一看 里头物品让人吵傻眼 想到买来的乳酪条竟被调包成了木条 嘉义知名陈小姐越想越觉得夸张 原来陈小姐日前和家人到百货公司用餐 看到现在网路人气很夯的乳酪条 设快闪柜 兴高采烈买了一盒回家 想跟妈妈庆祝母亲节品尝 店员当时还热心说要帮忙找保存期限久一点的 在冷户寻找 没想到回家打开包装拆了六条 里头竟都是像这样 木屑缺角超明显的木条 因为我们还没拆包装的时候 想说这也太硬了吧 不过如果说一盒里面只有一两条 那想说算了 结果打开六条都是木条 发现花了好几百元买来的乳酪条竟变成木条 陈小姐立刻打电话回店家询问 店员一开始还不相信 知道陈小姐把食品带回去摆在眼前 店员这才承认蔬师换货 我们当天在交付给个人商品的时候呢 我们有检查好缺乳液的一个商品 就缺乳液 早知就是当天我们把一些展示品的部分 交付给个人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术师 也只表示他们的货品都是由厂商执重 可能是厂商包装错误 会再向厂商反映 不过乳酪条跟木条虽然外形雷同 但不管是软硬度或是材质触感都截然不同 发生如此乌融事件 业者的评管真的有待加强 记者侯国文 陈小谷家一报道